我们是从吵架 我家不和睦 现在我就现在找一个 吃疼吃热的 我就想一天高高兴兴的 正常的婚姻生活 和睦和谐或计或爱是最基本的要求 高高兴兴的一起生活 是最高要求 也是最低标准 你看今天说的这位赵大姐 尚未完全从失败婚姻的阴影中走出 她多么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爱 能到高高兴兴的生活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 赵大姐拉着门吧不放手了 自从李大哥进门 赵大姐就把她反锁 她想锁住李大哥的人 留住李大哥的心 其实从见到李大哥开始 赵大姐就对她动心了 这个是今天见面的女主角 这个叫做赵桂红赵姐 这个是李小波李大哥 赵大姐热情主动的招呼李大哥上楼聊聊 面对的就是自己将来的菜 那当然是百般的挑剔 永远不是完美佳佳 能够达到基本的认可 就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 这一点赵大姐是十分明白 第一眼还行 就是不是很烦人的那种 赶紧理所人 人还可以 相亲找的就是人 给予人还可以的评价 就是演员这关不是问题了 要说起来啊 人一旦对了也啥事都好说 你看赵大姐对李大哥演员过关 那么李大哥对赵大姐是什么印象呢 还行吧 还可以 还可以指的是啥呢 就是还不是很满意 长些方面吧 我感觉不得劲 那龙庄艳抹那种我不喜欢 我喜欢自然人 李大哥呀 赵大姐怎么就不是自然美了 这样的妆容应该不是浓妆艳抹 画个眉毛涂个眼窝 勾一下唇线弄点唇膏抹一抹 简单的化妆配上黑色的衣服 虽然不能说是能迷死人 可是对于李大哥这样的货色来说 死时的赵大姐已经是美丽动人了 你看他刚刚那副憋不住笑的表情 早就把他的内心给出卖无数遍了 那么既然两位彼此都有感觉 相亲就要继续 你在哪工作 我是底气工作 两千还是三千左右 我小孩的两个人 那你那可真低 那你退休能多开一点 应该是 退休工资相对 应该开个三四千 我小孩应该差不多 现在工资两三千 退休之后三四千 工资和退休金确实不高 这对于在婚的老年人 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李大哥刚刚结束了 和上一位大姐的相亲 我本来真的少 我真的强调了 够我俩花就不错了 也祝愿你早日成家 找一个心仪的他 好好的做完 下半生 我也祝福你 相信不谈钱仅仅是清高 过日子缺钱那就是清贫 现在赵大姐虽然还没有嫌弃李大哥挣钱少 但是已经悄悄把我们把手松开 开始介绍引以为豪的那份工作 说了半天 赵大姐和李大哥的渊源还是挺深的 李大哥的儿子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 所不同的小李是管理阶层 老赵是基层雇员 这把赵大姐刚要升起的优越感别了下去 又开始怕李大哥跑了 再次无意识地伸出右手把门锁死 嘴上却了解了做饭做菜的家常 女人愿意看男人做菜 好像是给予了男人无上的光荣 谁不愿意翻来张口吃现成的 你看赵大姐不仅是希望李大哥是个厨子 还应该是个会做鱼的厨子 那我会做鱼 你会吗 我会做鱼 我愿意吃鱼 那是鱼我就能吃 我愿意吃 我也愿意吃鱼 你跟哥们买点水煮鱼那个调料 买点豆芽 倒菜的 我一放 我一咕的 就凭着放在一起一咕都 一把不败的东北乱炖招呼所有食材 这样的厨艺能高到哪里去 但是厨艺是否精湛 不是厨师说了算 而是时刻的评价和感受 你看赵大姐见李大哥喜欢做饭 已经开始向往那未来的幸福生活了 我就是喜欢我给他打鞭手 他在那做 我给他可以切切菜呀 或者是洗洗菜的 打个下手 这我都喜欢 过日子嘛 家的感觉 有家的感觉 对呀 失去的才更希望拥有 已经失去家的感觉多年的赵大姐 多么希望扶上扶随的幸福时光 赵大姐已经沉浸在了 对甜蜜温馨 未来生活的意想当中 看得出赵大姐已经是有感觉了 那边的李大哥心里也是乐开了 这片还挺好的 我俩他都 就几乎能闹到一起去 有点心动的感觉 挺温柔的 那你喜欢这样 我喜欢这样是的 这个心中喜欢 李大哥还真给力 现在已经对赵大姐动情了 从原来刚见面的看得差不多 到现在的这就是我喜欢的人 看来红娘今天可以早点下班回单位报喜 等着叶迪领奖金呢 那么看今天相亲感情发展的节奏 李大哥和赵大姐能成功牵手吗 红娘的奖金能领到手吗 这两个人会不会和其他的大哥大姐一样 谈前翻脸终结这场相亲呢 咱们听听赵大姐下面说的是什么 赵大姐在一次的握紧门把手 是防止李大哥出去 还是担心外面有人进来 暂且不去考虑 可是她的一席话 确实信息量大能量足 从失败的婚姻说起到 对目前婚姻的期盼 都是从内心向李大哥发出挨的邀请 如果现在有条件的话 此时检验二人体内赫尔什么蒙 肯定峰值爆表 赵大姐一方画下来 没在一个前字 可自始至终都含有对家境宽裕的期待 李大哥像是接到了信号 主动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 什么我儿子房也买了 车也买了 就差几婚了 男人一起要婚是没事的 你儿子多大 二十八了 我儿子还说 我也是男孩 他也是男孩 你工资要低的话 你肯定两个人 你就得省吃俭用了 现如今只靠省吃俭用 是不能养家的 李赵两家都是男丁 而且尚未成婚 结婚需要的花费和微薄的经济收入 是那样的不协调 即便是李大哥在何心意 赵大姐也没有勇气 加入这个寒酸的家庭 这个街骨眼上打退堂股成了必须 两个男孩都到了结婚年龄 没有经济后盾的新建家庭 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是赵大姐不懂感情 更不是李大哥耸抱一枚 两人都想掐灭刚刚燃起的爱情之火 赵大姐的手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 松开了门把手 李大哥不再含糊趁机闪人 出门之后告诉红娘 如果和赵大姐在一起 简单的压力山大 已经不能形容两人生活的迥态 不是李大哥没有担当 是赵大姐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李大哥的再婚之路 还有多远谁也弄不清楚 谢谢您的观看 请在评论区留言评论